不久前 姓林寻宝第四届全国中医药特色技术演示会 在广东省中医院举行 演示会上一个个奇特的中医绝活 让人大开眼界 用梅花针这不稀奇 稀奇的是梅花针上抹过的药 小气量 这个毒药可以有一种良好的止疼去风的作用 我给他起名叫麻辣烫 就是他等会他觉得很麻很烫 真的只是会有麻辣烫的感觉吗 您现在感觉是怎么样 有点麻 热的时候早就有麻 像打针一样 这是善于以毒攻毒的苗医带来的方法 用弩药针法治疗膝关节病 用爱条做爱酒 您应该知道 可用爱条去按摩穴位 您听说过吗 把爱条装进特制的器具里 能够一边做爱酒 一边点穴位 这种一举两得的疗法 叫做脏腑爱酒点穴法 小孩子腹泻很常见 打针吃药很头疼 但这位医生有办法 推推手指 揉揉肚子 捏捏后背 在孩子自己身上 就能找到治疗急性腹泻的灵丹妙药 拿出一些用苗药浸泡过的草纸 把它平铺在患者的后腰上 用酒精棉球点着火 就在上面烧 哇 您现在有感觉吗 现在还比较热 现在还比较热 直火 这就是苗医的直火酒 是一种冷病热治的传统疗法 除此之外 都卖刺法 都卖刺血 从心胆论治针灸术 一指通脊柱推拿术 用毛笔蘸药汁的刘氏圈疗法 以及梅花香酒 也吸引了众多的关注 传奇皇之道 扬中医之术 容百家所长 会各派精髓 延续以往三届展示会的精彩 杏林寻宝已成为全国挖掘中医药特色疗法的品牌 这个聚宝盆越发显得熠熠生辉 施工专达 接近 地监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